假工打 不用四年 你就應該買 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居家講女什麼都講 近日很多人都喜歡移民去加拿大 我之前看過一些留言 有些人就說 你不是去多倫多溫哥華 你想也不要想 好悶的 那今天我想打破這個思想 我要跟香港人 不是說Hard Sale 如果你堅決要去這兩個地方 沒所謂的 我不會覺得想到感情 但我就想說一下 為什麼你應該要考慮一下Calgary和Edmonton 是 他們可能是沒有那麼多娛樂 適合香港人口味的餐廳 或者娛樂設施 但是我自己很著重一點就是 那個城市買樓究竟容易嗎 我不是只有一個趨子 我想說回 我是看一篇文章 就是Curiosity Canada出的 根據2022年 Demographia International Housing Affordability Survey By Urban Reform 其實Alberta這個省份 有兩個城市 是打入了十大重義買樓的 那你猜一下Edmonton 第幾名呢 那這個Survey是 Out of 92個Market 就是讀到92個城市 2 沒有那麼多 是第4名的 那 Compare with Calgary 你猜Calgary是第幾名呢 你們這些傢伙 不要經常跟我說Calgary好比Edmonton Edmonton也有東西好的 7 不是他們第10 剛剛好是入到Top10的 那他們究竟是怎樣找這個數字出來的呢 那就說一下 他們用的measurement 就叫做median multiple 那他們就是用price to income ratio 將median household price 和那個 那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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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是那個普遍的 那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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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 那個 那 那 那 就是變成了你的 number越小 就是 那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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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收入 就相差不遠了 那 那個 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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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是說你要多付錢才能買到樓 還有這裡也說了一件事 就是說其實COVID這個疫情真的影響到樓價很多 但其實Alberta這個省 樓價的升跌其實相對來說是真的算低的 真的不會說因為有個疫情樓跪了 相對來說是沒有這回事的 那好吧,Vancouver的Median Household Income是13.3 就是在這個表裡面,在92個市場裡面是第三個季 其實解釋一下Vancouver的13.3 即是比平均年收入13倍 就是你賺13年才能買樓 你想想Vancouver13.3 那我們排第四名Edmonton 你猜Edmonton的Index是多少錢? 即是多少? 對 那Edmonton的Score是3.6 即是你3.6的Annual Income 即是你打工打,不用4年就應該買樓 Calgary就是4.6 即是你打工打4年就應該會 即是你不是買特別大的樓是買樓的 除了Vancouver之外 其實多倫多都是打進了最貴城市Totten 那它就剛剛排第十 大家都覺得不出奇 即是這兩個城市有這麼多美貴的東西 還有一些有錢人都會喜歡買樓 我會遲些link下面 有興趣大家再看這個表 那這個也是fun fact來的 bye